各位ce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市场分享小桃 今天有两件事情基本上得到确认 第一件事情债务上限的投票今天晚上众议院已经通过 所以最快星期五的时候参议院就会进行投票 而参议院投票通过的这个概率基本上是非常高 参议院通过之后这一个债务上限的bill就会到拜登这边签字 拜登签完字之后就开始生效 所以虽然不能说债务上限今天100%通过 但是通过的这个概率已经相当高 在几个小时之前这条新闻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在社区里面做了一个更新 底下我看到有一部分观众的留言是 从来就没有担心过美国债务上限不会通过 但是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过去一个多月 我的视频下面有很多位观众想让我聊一下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 甚至有一位观众的留言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talk君我觉得这一次美国的债务上限真的有可能不会被通过 所以我是能够感受得到确实有一部分观众非常担心这一次债务上限 然后第二件事情也得到了比较大的确认 就是美联储下一次加息的节奏 待会我们去看一下美联储的传话筒 Nick今天所发表的一篇文章 在他今天所发布的文章里面 他有暗示下一次美联储并不会加息 但是这并不代表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就已经走到头 然后待会我们快速的看一下 今天所出的就业市场空缺职位 包括美联储的贺皮书 还有今天盘后发财报的Sales for CRM 盘后跌了6%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的财报到底有多差 好吗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 各位CEO记得先点下你们轻轻的赞 首先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走势和过去一个月的走势 今天美债市场两年期和十年期分别都下跌了五个基点和四个基点 TLT上涨的幅度并不小 待会有一张图和大家分享 TMF这一个ETF 今年到现在为止其实有非常大的提量进入 所以市场上的参与者是认为美债的收益率 特别是长期美债的收益率已经去到了一个最高点 市场赌的是接下去美债收益率会下跌 今天其实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察是 早上10点发的就位市场的空缺之位 理论上来说这一组数据其实会对美债的收益率存在一定的影响 确实当这一组数据发完之后 数据本身比市场的预期要好 也就是劳动力市场比市场预期要更加的坚挺 10点之后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往上上了四个基点 主要是反映10点所发布的那一组数据 但是之后美债收益率就一直在下跌 对于很多宏观数据的发布 无论是美股还是美债 这一个反应其实和2022年去比的话差了很多 也就是宏观数据对于美股或者美债的走势的影响在慢慢的减弱 然后今天罗素2000下跌了1% 芯片板块下跌了2.6 今天我特地去看了一下罗素2000和英伟达 这一个星期到期和下一个星期到期的期权交易 总体来说这个poco ratio 看空和看多的这一个比例 相对来说并不低 也就是市场对于罗素2000和英伟达这两个标的 相对比较看空 今天还有另外一条新闻是看到有非常大的资金 从芯片板块流出 然后进入科技板块 我觉得应该是和月底的这个rebalancing 有相当大的关系 因为整个过去一个月芯片板块上涨了15.7 机构对他们的仓位去做一下调整 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操作 讲到过去一个月的走势 我们看一下三大指数 标普0.5 纳指5.8 道指下跌了3.5 美债收益率 两年期和十年期分别上涨了40个基点和22个基点 美元上涨了2.6 可能如果5月份没有英伟达的财报 sell in May还真的是要成功了 在我前面发的一条设计下面有观众问我6月份应该怎么走 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我并不知道 在我昨天的那期视频里面 我有聊到如果我们去看GDI不看GDP的话 美国经济在上年的第四季度和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进入衰退 有不少观众对我那期视频可能存在一定的误解 起码在这一个频道 我们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都会聊 但是我聊衰退并不代表我是看空这个市场 更何况当下的这个经济状态无论是在衰退还是没有在衰退和未来股市的走势其实并没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个人的观点从两个多月前SVP事件之后到现在为止没有变过 我认为美联储在当初的时候就已经pivot 所以我仍然还是维持着一个观点直到我看到一些新的讯息 那有可能会改变我的看法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今天下午两点所发布的美联储的贺皮书 贺皮书是对整个美国然后按照不同的地区去分看一下每个地区他们的一个金融状况或者经济状况到底如何 所以在今天的这一封贺皮书里边主要的一些言语是充斥着谨慎和不确定性 一些比较显著的弱点比如包括写字楼商务地产这一块 消费者的贷款拖欠这一块和中低收入家庭预算的压力越来越大 但是消费仍然保持坚挺 劳动力市场只是逐步降温 但是降温还降的不够通胀的压力持续存在 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运输服务这一块需求下降 特别是卡车运输下降 通常来说货运的衰退迹象是经济进入衰退的前兆 最后几乎没有任何的地区报告有经济下滑的迹象 讲到货运的衰退有两张图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 第一张图白色这条线 蓬勃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基本上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这一个趋势就一直在下降 但是还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然后图里蓝色这条线是我们在疫情时候经常聊的货运的一个集装箱价格 这是一个平均价格在2021年最高点的时候一度达到1万美金以上 而现在当下的这个价格已经来到了1700美元以下 这一个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于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 航运的这个通胀已经完全在我们身后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今天出的另外一组数据 就业市场的空缺值位 市场的预期应该是在940万 实际的数据在1010万 劳动力市场比市场的预期要更加的强劲 美联储会看的一个指标是 劳动力市场的空缺值位除以失业人数 这个比率越低就代表劳动力市场越平衡 这个比率越高就代表劳动力市场越紧缩 所以根据4月份的这个劳动力市场空缺值位 这一个比率从3月份的1.67上升到了1.78 这一个趋势并不是美联储所希望看到的 但是彭博他们认为 这一个就业市场的空缺值位增加只是暂时 因为其他的一些指标显示 劳动力市场其实正在缓慢降温 前面我们无论是看贺皮书 还是就业市场的空缺值位 这些都是宏观数据 宏观数据重要吗 可能没有2022年那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更加重要的是美联储对于这些宏观数据 所做出的这一个反应 影响金融市场是美联储的决定 并不是宏观数据 所以比起宏观数据来说 更重要的是美联储的反应机制 今天美联储的传话董 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美联储已经准备好 跳过6月份的这一次加息 但是以后可能会再加 如果我们只是纯粹的去关注 美联储的每位成员 他们所发表的一些观点 也许我们并不会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 因为每一个人观点都不一样 取决于他们是鹰派还是鸽派 但是我有在一期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观点是 如果我们去注意他们的一些用字或者言语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单词 什么单词 就是skip跳过下一次的加息 每当我们听到美联储的成员释放出一些新的概念 一些新的单词 大多数的时候 这些他们所释放的讯息 就是先要让市场去习惯 美联储喜欢循序渐进的去做每一次决定 在两三次会议之前 他们第一次在他们的公告里面 改变了他们的一些话语的时候 我就和大家分享过 这其实已经是在为后面接下去 美联储停止加息去做一个铺垫 所以今天这篇文章释放的讯号非常的明显 下一次美联储会议将会停止加息 但是不代表接下去美联储并不会继续加息 然后是今天的债券市场对于NIC的这篇文章 还有其他的一些宏观数据 最后做出的这一个反应 下一次加息的这个预期 从昨天的60%下降到了34% 然后下一次美联储加息的这个概率 从原来的基本上接近100% 现在下跌到了81.6% 也就是今天就业市场空缺职位的这一组数据 比起NIC的这篇文章 它的一个分量小很多 这也再次佐证了比起这些宏观数据 更加重要的是美联储的反应机制 今天看到了一组数据 关于TMF这个ETF 我们知道这个ETF是三倍作多长期的美债 图里白色这条线显示 从2022年10月份左右 TMF的这一个管理资金 从原来的5亿左右直接上升到了20亿美金 翻了整整有4倍 而在这张图里边我特地加了蓝色这条线TMF的一个价格 整个2023年基本就是在7块钱至10块钱 这一个区间之内波动 但是市场却有非常大的资金进入这个ETF 也就是市场的参与者认为 长期美债的收益率已经见顶 其实我基本支持或者认同这个观点 因为我现在自己手里也有TMF 我的理由也和大家分享过 图里蓝色这条线是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 我认为没有在特殊事件出来的情况下 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很难去突破前段时间的一个趋势线 可能在3.9左右 可能前两天最高的时候触碰到了3.86 然后最近这两天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 没有一个投资是一定可以赚钱 任何的投资它背后都有风险 投资TLT或者TMF的这个风险就是 如果通胀出现反复 这边说的反复是通胀的这个增速再次开始上升 这有可能会使美债的收益率去突破前面的高位 通胀的反复是去做多TLT或者做多TMF最大的一个风险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CRM Salesforce的财报 营收比市场预期好了1% 基本符合预期 盈利比市场预期好了5.14% 他们对于下一个季度的展望 基本也符合市场的预期 所以算是一份比较中规中矩的财报 Salesforce今年到现在 我这涨幅其实非常的不错 但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的一个基本面突然变得非常好 营收的一个增速突然又开始加速 唯一的一个原因是在上一年 激进投资者进入这一家公司之后 逼迫这一家公司的管理层去进行整改裁员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第四季度和第一季度 营收的增长在14% 11% 但是他们在运营上的一个花费增速 只有1.52%和9.54% 直接看到的一个成果 就是运营上的一个盈利 Operating Income同比增速在123%和74% 即使在接下去的六个季度 他们的营收增速非常稳定的只有10% 但是因为管理层非常注重在运营上面的一个花费 我们看到他们在运营上面的一个盈利 仍然可以有非常可观的增速 看他们EPS的增速可能就更加的直观 2024年预期增速在37% 25年23 26年的话在20 所以相对应的P1 26年的话在21倍 如果他们可以持续保持每年EPS在20%的这一个增速 其实20倍的P并不是非常贵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公司或者机构对于Salesforce这一次财报的反馈 首先是彭博这边 他们认为全年的利润前景令人鼓舞 表明Salesforce正在履行其控制成本的承诺 然后是花旗的看法 总的来说业绩看起来特别好 尤其在盈利前景上调的这个情况下 但是因为今年到现在为止涨幅非常好 所以他们担心在营收这一块的修正可能会导致短期之内股价有一个下行压力 然后是巴克莱他们的观点 这又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季度 然后最后一家机构试图去解释为什么盘后下跌 他说这一次他们的财报你基本找不到一些比较坏的点 但是人们的一个希望可能看到类似于像NVIDIA这样的财报 结果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所以导致了CRM发完财报之后盘后下跌了6% 所以总结一下CRM的财报并没有非常大的问题 管理层也继续在履行他们在控制成本这一块的承诺 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可能短时间之内股价相对走得太前面 所以稍微调整一下可能会更加的健康 如果5月份没有吃到芯片的这一波上涨也没有关系 6月份我们重新再来 针对美国的各位观众 6月份富途摸摸对于他们的活动也进行了非常大的调整 新的活动是开户且入金1000美金就可以总共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并且加上100美金的股票现金券 如果首次入金5000 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抽取一股免费的特斯拉或者谷歌 我感觉这个活动是越来越给力了 如果各位美国的观众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制定的留言里面找到开户的链接 好吗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 睡前养成点赞的好习惯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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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